以下的我也把它做成按鈕 那裡面第一個 怎麼樣加實線 實線的範圍就是我要這個範圍 這個範圍幫我加個實線 那除了實線幫我加個紅色 加個紅色 那除了紅色之外呢 我可以去改變它的線條 比如線條我希望它 這個外面整個框線都變成粗線條 當然可以 那最後的話呢 怎麼樣去清除這個框線 框線把它去掉 OK 那最後呢當然才是什麼 除了加框線之外 還要再加什麼 欄位的下方跟左方 變成雙線 這是像這樣子 OK那當然一鍵就可以完成 繪製的動作 因為之前有同學 這個 學完之後發現好像還少了什麼東西 因為他輸出報表的時候發現 好像還要再手動一下 而且每天都要畫很多 很多的這個表格 這個格線 他覺得這 那VBA裡面還蠻適用的吧 一下 而且將來當然後面 比較進階身 你可以多工作表 隨時按下去 甚至可以自動去偵測 它的籃的 它的列的最下面一列 它的籃的最右邊一籃 自動給一個範圍 然後呢 就可以自動幫你畫 這些 表格框線 那怎麼做 首先第1個 我們來看一下 加框線的實線 這邊的做法第1個 也一樣是在那個模組裡面 模組裡面你可以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也是程序 SUB 那這個SUB的話呢 如果有時候 如果你 你不從上面插入程序 自己打也可以啦 打個SUB 然後呢 這個第1個 SUB名稱叫 加框線 然後底線 有一個實線 那這個敘述的方法其實非常簡單 第一個你要先告訴他說 你的那個什麼呢 你的範圍在哪裡 那我的範圍從A1一直到G7好了 這個範圍 那不過未來我講過了 其實最右邊藍跟最左邊列 其實都可以自動抓到了 那像最下面列 比如像這個7 你也可以怎麼樣 從那個這邊Ctrl向下 不過他這個裡面空的 可能要再加一個什麼 這個可能 資料不完整 所以你可能要自己再加一個姓名 你可以感受向下 偵測一下 到7 那如果說你要用這個地方 假設我這邊是沒有寫那個 自動偵測 如果你要自動偵測這個7 有沒有 其實你可以在這邊打一個什麼 R 多一個變數 等於什麼 等於那個從Range A1幫我向下偵測好了 你可以拿Range A1 然後向下偵測哪一列 點什麼 點End 然後呢 前刮弧 抓那個什麼 向下 OK Excel Down 然後你就是 選他之後的話 後刮弧 再點Raw 這樣的話 就可以知道說 最下面一列在哪 那你可以把那個 R 把7取代成R 把7取代成R 不過特別重要你不能說直接 把這邊打個R 不行 你放進去它是 因為它現在是一個什麼 它現在是一個自串 你自串要跟那個變數串接 一定要連接符號 End 這個是基本 規則 所以我發現同學最容易犯錯是這裡 那怎麼串 1 先把7給delete掉 2到它的外面 加一個End 再打一個空白加一個R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未來 如果你將來 某一個自串裡面 它的那個某一個 這個自串來 自串 比如說數字7 你要把它改成是一個變數 因為你不確定 那你可以用串接的方法 所以 右邊的就一個End R就可以 如果中間就變成兩個End 頭跟尾要串 OK所以大概是這樣 你這樣的話呢 它抓到了 如果將來你多一個 比如說我這邊 假如說這個 我把它多兩個人好了 那把它清除掉 你會發現清除我跟沒寫 所以清除就清除到這裡 那如果說我今天 把清除框線也加的話 其實 也可以 可以把這個地方 再加一個 也是一樣 做法 因為這個 當然 如果不是 很熟 我們就直接 把這個地方 器一樣 改一下 當然未來你可以把它改成共用的 共用的變數 全部都一樣 OK 這邊的話呢 清除 清除框線 加10 10線應該 OK 加10線 後面我們還打完 點 那怎麼加10線 打個B Bolder 使出來 打一個點 LightStyle 特別重要 這個是一個LightStyle LightStyle呢 後面等於什麼 等於10線 那個10線 線條的樣式 其實如果你不知道沒有關係 你在這個LightStyle上面按一個F1 他應該就會告訴你答案了 不過我跟各位講 剛剛我這一台 說明檔沒裝好 所以他沒跳出來 不過沒關係啦 其實你在Google上面打一個什麼 Bolder 點LightStyle 複製 切到那個 你Google上面有沒有 直接把這個Google一下 他也會跳到什麼 微軟的 他的那個 網路上有一個 專門的說明檔 因為2013以後的版本 他的說明檔都在 網路上 其實你可以去找這個 裡面的話 Bolder的LightStyle屬性 有沒有 裡面呢 其中第一個LightStyle 這邊有個連結 點進去 他就會跳出什麼 如果你是連續線的話 就是這個 這邊有個名稱 有沒有 其實就有個常數 這個常數呢 用來代表連續線 虛線呢 就這一個 然後雙線 後面會用到雙線 就是XL Double 我們用這個 所以你可以什麼 或者 將來記起來沒關係 XL Continue OK啦 Ctrl C 然後把它 Ctrl V貼到後面 這樣就OK了 你直接執行他 他就怎麼樣 去幫你 按F8 主行 主行 你會幫你抓到9 9列 幫我格式 所以你會發現 A1到G9 幫我做格式化 所以你要資金 有沒有 這個地方 就幫你 做格式化了 那如果後面紅色 因為我沒加 所以你會把紅色 只會到這裡 可是如果你加完之後 他自動會 到底下 所以第一個 我們的第一個重點是 如何偵測 下面 遺跌 這個做法跟剛剛 我們用到那個 回圈跑到最後面那個一樣 差別只是怎麼樣 把這個 多增加一個R 然後這邊後面串一個什麼 AND R 可以看得懂 他這個是額外補充的 所以講義裡面好像沒有 那當然呢 你如果不想在這邊加個R 其實你也可以把這個寫到 寫到R的位置 可以啦 OK 不過有的同學好像看到 太長的 公式 會有恐懼症 所以我盡量寫短一點 盡量 保持 那個趣味性 我這個看這個好像很難有趣味性 所以有時候還是要自娛人一下 不然的話 因為看到這頭就很暈了 然後這當然很花時間 而且很需要動腦力 不過他也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 未來像107年的那個教育課綱 已經把國中跟高中 城市設計列為必修課程 而且很多大學 非資訓相關科系 也會有那個 必修的那個城市設計課程 OK 好那這邊的話呢 當然就是 做完 紅色的話呢 一樣你也可以把剛剛的概念加進來 那只不過紅色的話就是 跟剛剛一樣 BOLD 點Color 點Color 紅色的話就RGB 255 如果說你要怎麼樣 把剛剛這個地方加上什麼 加上列的話 其實好也可以這邊 加一個R 然後這邊的話 一樣把這個7拿掉 再串一個這個 多一個 多一個 多一個刮戶 OK好 他會告訴你哪裡錯 好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偵測 紅色的線 最後出 出線條的話 實際上就是 多一個那個點位置這個 這個點位置 後面的參數其實你可以按F1 他也會跳出說明 不過我這一台一樣 沒有那個 說明檔 所以我一樣用複製 到那個Google上面有沒有 你可以查一下 Google裡面 也可以查一下那個 BOLD位置的屬性 他一樣會出現 那這邊的話呢 一樣會告訴你說 他的屬性是哪一個 那你一樣可以去找到那個連結 他這邊有一個連結 這個 應該是這個說明 那裡面會跟你講說 這邊有一個 線條的粗細 他這邊也有一個連結 他告訴你說呢 有沒有這邊 豪 有沒有就是這個 豪線最細的 適中的話呢 這個 出線是這個 所以我把這個複製 貼到那個我的參數後面 就是出線 那細線的話就是這個 所以你可以參考 雲端上面或網路上面 這邊有相關說明 其實都可以查到答案的 然後 這邊就出線 那一樣 那個底下的線 我就 這個追蹤的部分 我就 不做了 反正就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紅色 然後清除 那個 實線 OK 清除 類似像這樣 把它加個出線 那最後的話會有一個就是 加框線 而且要加雙線 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地方 這個可能就會有一點 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要的是 某個範圍的上面那條線 某個範圍的 左邊這條線 那boulders 它其實是很多條線 上下左右跟對角的 所以會有 好像至少會有對角 還有中間那條跟斜線 有八條線 其實它 一個框線其實可以畫出八條線 但是這裡 我們只需要某一條線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前面 這五個按鈕先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 那個如果我